新木牆 遠遠來到新木牆 有好東西介紹給你 看看身後這一間店 爛爛的 好像麗晶大賓館 其實裡面又可以吃 又可以買 對 這裡是由一間木材倉庫改建而成的 變成一間很有風格、很有格調的店 先看看這些 這些是陶瓷的碟子,全手製造的 所以如果很仔細看 是看得有點不同的 6380日圓,也很貴 一隻碟子三百多多 通常買回去不會買一隻 只要一組買回去 那你就自己計算一下 那邊有些比較划算 容易入手的 這些全部手製的陶瓷碗、杯 那你其實可以看到 每個碗的印刷都有點不同 因為都是手製的,逐個逐個做 要選擇你喜歡的印刷才好買 我同時要這個 藍色的 下面有一些陶瓷的底 上高這些是烤漆 每個不同 1500日圓一隻 即是70至80元便可以買到 好,那要買的話 當然是買一整組回去 還有這個很特別 你看看 好像UFO飛來地球一樣 都是手製的 是花瓶來的 要11萬日圓 即是等於七千多八千港幣左右 放在家裡也挺有格調的 我又覺得 看看這裡的綫香座 都很漂亮 做得 看看 有些初入門的花花 然後進級版 插著頭也行 或者要一間銀行 叫什麼 匯洞 這兩個很有趣的貓貓 蓋上蓋子 那你要插香的時候 就開來插香 這個獨立也可以做一個 裝飾 還有這隻手手 你好… Hello,你好 或者可以這樣拿 吉之香呢 就在這裡 47,000日圓 即是等於 2000多港幣 那就多謝手手用 這邊有很多籃籃 店長說很受歡迎 它是日本的職人設計 然後拿去東南亞的人做的 特色就是它的手柄是包皮 這是皮 4000日圓 即是200港幣 對了 就買到一個了 拿這個去逛街市 我覺得挺招職的 裡面還有一些古家具 當然是進去看看 這邊轉過來 有很多餐具 首先這色 黃金色的 這些叫什麼 鶴 鶴 鶴鶴鶴鶴 還有這裡除了家具之外 最特別就是這裡的櫃 全部都是賣的 全部都是Vintage 大約在明治至大正年代的產品 所以分分鐘是高過100年歷史的 通花很漂亮 整得 這裡有一顆是木釘 那就知道這個季有些歷史了 這些木的家具 全部都可以買回香港的 你可以過來看看 個人覺得這個小櫃子 是值得買的 因為它是全部入筍的 放出來 這裡用來放籌碼 這裡用來放褲麻雀 這個櫃子就66000日圓 3千元左右 看到身後面這些辣 很有格調的白紫桂 白紫桂吃什麼呢 當然是吃藥線 讓我再點一個 吃飯吧 這個是藥線的咖喱飯 看看能否吃得出 有什麼藥材在裡面 那是什麼呢 是有些東西的 跟平時的咖喱很不同 它是有些藥材味 比起平時吃的甜咖喱 是辣一點的 有點甘 我猜有些檔心在裡面 我猜有薑 因為薑是令人暖起來 它標榜飯吃完 你的人就會暖 我猜有薑 還有芥末 而且它很足料的 不會水浮浮的 加了很多雞肉和醬 醬汁都很濃郁 嘗嘗甜品 這個甜品很厲害 九幾的蛋糕 然後有合桃 有杏仁 外面是燕麥 對, 為什麼這麼斯文呢 很足料 杏仁和合桃 整顆放進去 這裡扭開它 深啡色是新潔糖 合桃補腦 腰果補腎 還有九幾就是明目 吃一塊東西, 全補均勻了 我現在很健康 眼睛有沒有冰冰